天气渐渐的变凉了 最适合吃些暖乎乎的食物 在吉隆有一间飘香20年的羊肉炉老店 每逢秋冬时节总是人潮爆满 有别于传统口味 这里的羊肉炉加入了满满的青菜 因此汤头是特别的清甜 羊肉则是选用了国产的努比亚山羊 吃起来肉质鲜甜Q弹 养生又温补 如今老店由第二代接手 处处讲究 光是找羊肉 老板就特地跑到台南的家里 跟当地的牧场合作 配上新鲜直送的蔬菜 发挥力求完美的精神 不但填饱滔客的胃 也温暖大家的心 天气开始转凉 台湾秋冬特色美味羊肉炉勾引味蕾 羊骨清炖的汤头 带着金黄色的光泽充满鲜味 带皮羊肉口感Q弹 吃起来还有丰富的胶质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基隆仁义路上 这间蔬菜羊肉炉飘香20年 招牌百菇羊肉炉 不但选用本地木农养的温体羊 还搭配当令的新鲜蔬菜 让温补的羊肉吃起来清爽回味 羊肉很嫩 然后他们家的汤又是蔬菜羊汤 所以汤也好喝 带皮肉是没有什么羊稍微 然后肉质很Q 然后很嫩 清炖羊肉搭配提鲜的蔬菜很重要 第二代老板张书伟 每天凌晨5点就找大盘商选菜 只挑最好的 像它这个 这样就非常的漂亮 选用大甲莲藕爽脆口感细致 台东的栗子南瓜绵密清甜 新鲜香菇和当令的山药 是老饕最爱 比较带酸味的黑式番茄 再添层次 上桌前才加入熬煮5个小时的羊骨汤头 我们只有放盐就可以了 因为羊肉跟蛤蜊已经够鲜了 蔬菜羊肉炉调味超简单 因为前置作业才是最难的 老板张书伟认为 进口羊肉口感不好 有山味 9年前他接班之后 每天开车南下找羊场 就这样连续找了4年 这群活蹦乱跳的羊 让张书伟一见钟情 台南家里的羊场 专门养殖纯种努比亚山羊 他立刻签约弃作 努比亚有它的特色 譬如说它肉质细致 然后它的皮薄 然后它的香气浓 羊群平常有大片草坪放牧 讲到羊 张书伟眼神发亮 去了山味的羊才能够跳出 它山羊它独有的香气 那怎么样去掉它的山味 让它的脚不能踩到它的汇物 它不能接到地气 山羊的脚底有毛细孔 沾水容易生病 生病的羊肉就会有不好的气味 张书伟坚持选用养足14个月月龄的羊 香气最足 肉质最嫩 产地当天新鲜直送 避免肉质变化 一送到店里要立刻掏丁解羊 要赶快抢时间把它处理起来 因为肉在焦叠的情况下 比较对土体是比较不好的 有用炒的 有用烫的 它的各个能够做的情况不一样 半只羊花20分钟切 张书伟一边切一边解释 羊的各个部位的口感 现在我拿的这块是羊的菲力 台语这个地方叫幽来吧 它是枕头羊在 唯一在骨骼里面的肉 所以这块肉非常非常的细 像迷宫一样一层一层解 羊菲力适合涮肉 去掉中间盘伤 张书伟自己深入研究 他比肉伤还了解羊肉 羊来的部分 拿来做带皮羊肉非常的适合 我爸领我进门 然后我再修行 其实张书伟是学机械的 从小虽然跟着爸爸学 但一开始只是帮忙 根本没打算继承家业 几年前妈妈突然中风 躺在病床上没有多说一句话 张书伟却懂了妈妈需要他 从小我就跟我妈妈非常非常的好 我从他眼神之中我就可以知道 他需要我要干什么 很认真的去找之后 其实在这个行业我也找到我的成就感 让他找到成就感的不只是蔬菜羊肉炉 还有人气餐点炒挂菜羊肉 先用肉质紧实适合炒的羊腿肉 搭配当令的挂菜 好吃的秘诀在这里 新鲜的有机挂菜买回来之后 张书伟会帮他们洗个热水澡 它这个热没有热到那么多 把叶子叫起来 大约40度的水温 洗完之后菜叶整个舒展 就像刚采摘下来的一样 鲜脆爽口 搭配温体羊肉 大火快炒 蒜头 辣椒跟鲜脆的挂菜 搭配上简单调味的本土羊 一口接一口炒酸脆 客人吃得出不同 蛮好吃 炒得也蛮刚好 熟度也刚刚好 老板张书伟在厨房里 负责端出好料 当然背后有得力助手 太太李亚璇每天跟着忙进忙出 那时候我大概跟卢生 我常常就是站在后面 然后婆婆在前面 或是跟客人聊天 希望有天可以像婆婆这样子这么厉害 20年前公公负责切煮羊肉 婆婆就负责外场 20年后换第二代 张书伟夫妻俩接班 不变的一样是认真 还多了细节讲究 张书伟研究羊肉 坚持选用本土羊 也获得养羊协会的标章认证 我想要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个东西 台湾羊肉不是说价钱比较高而已 它的价值高过于它的价格非常的多 羊肉炉到处都有 但全台湾拥有这个标章认证的 只有67家业者 而且每年都要抽查 张书伟的蔬菜羊肉炉 吃不到三味 吃得到新鲜 还吃得到别处没有的坚持职人精神